監視器畫面拍下 一名老婦人在電梯內 手指不停按著樓層按鈕 但卻毫無反應 情急之下開始敲門 甚至企圖用手扳開 但電梯就是卡在12樓 一動也不動 好不容易等到維修人員到場 但他似乎有點生疏 不停在電梯外來回走動 甚至還需要一旁住戶幫忙 才順利將故障的電梯打開 救出受困的婦人 不過事後這一間電梯公司的員工爆料 這名道場維修的工人 竟然沒有證照 而市府派員道場調查 才爆出其實這一間 知名連鎖電梯公司 沒有證照的維修員不止一名 雖然這一次意外沒有造成傷亡 卻讓無照維修的違法事件曝光 後來是有證照的人員 也立即也趕到了現場 幫忙維修 所以說那個沒有證照的人員 那個雄性人員也後來就退場 退到後面然後學習 業者澄清事後就有專業技術人員 到場支援 但將住戶寶貴的性命交給沒有 專業證照的維修員 如果出了意外那麼後果恐怕不堪設想 記者吳國珍 賴冠章 高雄台南報導